有关宪法法庭就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的释宪案判决 总统尊重宪法法庭对释宪案的判决结果 也期待有关部门依照判决意旨 维护国家宪政体制与人民基本权利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及刑法从修法到释宪的过程 社会上有许多讨论与辩证 如今宪法法庭已经做出判决 期盼朝野各政党能够共同攜手 守护我国自由民主宪政体制 为国家永续发展以及人民权利福祉共同努力 让台湾的民主更深化更具任性 赖总统也愿意依照宪法法庭最新判决意旨 在立法院朝野党团有共识的前提之下 就总统宪法职权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在国家最高立法机关 向全体国人报告国家发展情势 保护人员的整理 派总统宫柯